大家好 今天是4月27号 现在是中午的11点25分 来到这个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格兰街的地铁站 因为看新闻说 前几天这个地铁站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大开光 就是大清扫 住在附近的华人朋友们是非常的开心 今天就给大家拍一下到底清扫的干不干净 大家来听一听 看一看 现在坐地铁的人越来越多了 大家看这里就是格兰街的地铁站 朋友们看 下地铁这个楼梯真是 繁华的铁皮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包括这个上下楼梯的扶手 以前上面都是一层厚厚的包姜 那就是那个氧化层 你看都不见了 看一下进来这个白色的瓷砖 就经过了深度的清洗 破损了瓷砖 你看都补了新的 一进去就两位警察在那自欺 这是格兰街地铁站 另一处入口已经没有了异味 你看这个水泥地面一些老佳佳 都清扫干净了 大家从侧面看都看得到这个瓷砖被清扫的一些痕迹 大家看地下原有的水泥裂缝都被灰浆重新修补了 通过纽约地铁的朋友都知道 一进这个地铁上常常会闻到一火不良的味道 自动购票机也是查的油光增量 一下每天有很多手抓抓在上面摸来摸去 幻然一新 到地铁站里面去看一下 新闻说经过深度的清洁 暂停走廊 也没有了这个层面的物质 大家看这个清洁它不仅限于乘客活动的区域 还包括这个站台下的铁轨部分 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个地铁站就是没有这个电梯 大家扛东西 你看或者是老年人 上这个楼梯就比较困难 因为纽约的地铁年代比较久远了 看站内的楼梯间也是清扫的非常干净 还包括这个站台下的铁轨部分 常年布满的油腻和垃圾的路滴 也进行过深度的清洁 对面有个年轻人一直在这埋着老苦睡觉 但是大家看刚刚清扫完 又被人丢了很多垃圾 你看铁轨里面又有很多一拉罐 这是纽约地铁的日常 铁轨里面有一双鞋 发生了什么故事 总体来说这个格兰车站 比之前看上去清爽多了 地铁站这个木制的长椅 是一些无家可归者的最爱 你看上面这些物质 也是清洗的比较干净的 现在大家可以放心的做了 刚才这个格兰街车站的视频 拍了一半就听到警车叫唤 原来是旁边那个孙毅仙的初级中学 就在旁边两步路发生了警讯 好像一个女孩被人用剪刀刺伤 在学校里面就跑过去看 结果那个女孩没什么大 好像就是警察把她送上救护车 我记得说唐人街格兰街地铁站呢 有B线和D线地车经过 是咱们唐人街滑步东北部地区 最繁忙的这个地铁站之一 你看到处都经过了翻修和深度清洁啊 那我接着给大家念一下新闻啊 那新闻说呢这个MTA介绍呢 这项名为唤人一新的这个工作内容啊 包括整修这个楼梯和墙壁 重新粉刷这个天花板 更新这个照明设备啊 修理长椅以及用高压水力 这个深度清洗了包括轨道在内的 站内的这个所有的地区 那新闻说呢这项工程呢 是于这个站周末停运的55个小时之内完成的 大家看到处都有修补的痕迹啊 那接着说新闻啊 这个设施圣级工程呢 主要是在车站的第一下部分完成啊 大家看一下啊 只要仔细观察啊 在这个车站的入口处啊 都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拍了 黑白结合的这个墙体啊 经过重新过期啊 闪闪发亮 大家看车站里面地面上啊 之前常年累积的一些油污状的绘物啊 被一扫而空啊 你看露出了这个混泥土表面本身的颜色 这是清理的重点啊 也是这个站台下这个铁轨啊 常年布满油腻的这个垃圾的路肌啊 特别是这个第三轨这个盖板啊 以及中央这个排水沟都进行过这个深度的清洁 但是看上去哈舒服了很多啊 在老鼠呢也少了很多 但是呢还是有些垃圾哈 别人刚刚扫完刚才拍了哈 又有人在铁轨上面丢垃圾了 那新闻说呢 这个换人一新地铁计划呢 是纽约市交通局提出的这个更快更清洁更安全计划 这个效果还不错 这个计划呢就是利用这个 常规的周末B站检修的试卷站呢 同时进行车站的翻修和清洁工作 那咱们今天来的这个格兰间地铁站呢 是今年4月份最新的一批 共13个四点车站之一 那纽约市交通局呢还计划在今年这个六月底之前呢 完成34个车站 以实现其2023年度完成50个车站 患人一新的这个目标 大家期不期待 确实啊 今天我在这个车站都没有发现老鼠的踪影啊 在这个地铁站的出入口啊 都有这个圆形的灯啊 如果是绿色呢 表示这个地铁站呢 它是24小时运行 那黄色的灯呢 都表示这个地铁站呢 只是在白天运行 如果是红色的灯呢 就表示这个车站呢 关闭或者是限制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路障口的灯的颜色 唐人街还有卖这个DVD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订阅啊 谢谢大家